好 我今天要報的是一個壓縮的 EKM 壓縮的FAPER 那為什麼選這一篇 是因為這一篇 以是改進264、265的用品 能力改進的方法補助 就是慢慢的形成的一個方向 大部分是以這一個方向 就是幾乎是以這一個方向為主 那在2021、2020的 都目前都有最新的在改善這個 繼續把這個框架下的模組 對 圈林的模組 裡面內部的模組去改進 然後就很好 不錯的升級 那這一個框架的話 這是一個傳統的264的Grainwork 那這個只是它的一小部分 一整個264的空架其實是非常大的 它裡面包含了iFriend、BFriend、PFriend 以前應該很多人都有聽過 那iFriend就是 iFriend就是一張比較完整的Friend 然後但是它有 它叫 它下一張iFriend會有 會有inter to date 對 是一個就是會預測說 從前一張的資訊 從前面理解出來的Friend的資訊 然後跟現在新進來的一張Friend 我們會去做地服 然後存一下它的差異 我們是incode它的差異這樣子 對 那interFriend 那PFriend的話就是會去參考 參考前面的iFriend 對 它這邊都有箭頭 那BFriend是雙項的 它會參考i跟P 所以BFriend的話在BFriend要點PFriend 那個壓完以後它才會壓這樣子 那我只稍微講一下說 一個264裡面的你的Friend是這個 那我們今天講的這個空架就是 它已經有點複雜了 但是它就是一個iFriend的空架這樣子 它就是它只討論iFriend叫做預測編碼 也就是預測編碼裡面用到一個預測的機制 那以及它整體壓縮率 想要做end to end 整個的 也就是說我已經 我已經有video了 load video 我要做壓縮 那我壓縮要 要一般的壓縮以前 264都是參考 參考前面的Friend的差異做壓 但是它想要做end to end 這其實之前想要做 很多人都想要做 也就是說 如果我的壓縮其實是參考全部的資訊 全部的裡面的資訊 也許我現在的Friend的壓縮 可以更有效益這樣子 對 那就說 那大家一個264 先講一下一個264傳統的框架是什麼 那在那個paper上面說藍色的部分 是屬於incode的部分 那不是藍色的部分 就是屬於incode incode的部分 然後把incode跟incode寫在一起 那一張Friend的話 一張Friend的話 一般我們會先把它切成16x16 block的block 然後上一個被重建回來的Friend 會跟現在這個Friend做出 做相檢做差異 也就是說簡單一個例子就是說 前一個Friend的人 今天有一個人正在跑步 前面那個人的Friend跟現在 前面那個Friend呢 這個XT的話是前面那個的Friend 前面那個重建的Friend 跟現在這個Friend做了差異以後 然後想辦法去 去重建出一個 重建出一個現在這個Friend的影像 做了motion的補償 也就是說我提前把前一個時間點的 我之前結好的Friend 然後我取得他的地步 我取得他的差異 然後我再回來 我再回來 在這邊回來解碼 這邊解碼回來以後 再去 再做動態補償 根據前面 再去動唱鼠堂規 圍算出一個現在這個Friend 現在這個Friend 應該的估計的樣子應該是怎樣 那理論上這兩個Friend要很接近 然後我就把它相一相減 取得他的差異值 那這邊就 接下來的這邊的話 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就是把它當 這是一個固定的方式 就是說 這是一個JPEG固定的壓縮的方式 就是說 然後接下來我就把它做 複利A轉換 DCT啦 理善預選轉換 你就借助複利A轉換一個變形 做壓縮 然後再 就是差異值喔 Friend之間的那個差異值 做壓縮 剪壓縮 然後 然後結完了以後 對 結完了以後 重建出來的那個Friend 重建出來的這個Friend 再放進Friend8分裡面去 對 然後就 然後 然後 這裡的部分 這下面這邊的部分 都是用來 下面這邊的部分 下面這邊的部分 都是用來 都是用來 要跟現在進來的Friend 給它一個 給它一個比較的Friend 下面這半邊喔 為什麼要做DCT 對 為什麼要做DCT 一個INCT 為什麼這邊還要做一個 明明就INCT 為什麼還要做一個DCT 是因為它要利用 它要做出一張 跟現在這個Friend 很像的Friend 然後取得 幾乎它的差異 那一般的RECODE呢 一般的流程到這裡的時候 我把差異值記下來的時候 把差異值記下來的時候 做完編碼 不用做解碼 就直接做HentralRECODE 就是在赫芬MRECODE 然後就可以回下來 然後要給RECODE 那我現在要講的部分就是說 就是說一般的編碼 好像就是說 我把差異值記下來做 做赫芬MRECODE 做完編碼先轉換 然後再做HentralRECODE 對 以後 那個 它264 一個比較重要的特徵 就是說它會做 它為什麼要預測編碼 就是說 就是在下面的這個 這個動作補償 動作補償的計算 應該是 對 那 對 那我這樣講 有人理解嗎 因為等一下 你都會想這個 這個東西 現在再解釋 對 好 大致上再講一次喔 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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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前一張frame 我是前一張frame 就是我在跑步 我可能還沒 我還沒跑過 我正在一個跑步 我還沒跑過一個石頭 對 我正在跳過一個洞 那下一個frame 這個新建台frame 是已經跳過去了 那這一個frame 是還沒跳過去的 那他就是差異很大 他的速度就很快 那這一個frame進來呢 會先跟跳過石頭 跟沒跳過石頭 會先做動作上面估計 也就是optical flow 去計算 他的optical flow計算方式很多 那他就是計算出這個向量的差異 那計算出上一個frame 跟這個frame的向量的差異呢 再把前一個frame 就是剛剛你那個前一個frame 去做一個東西叫做動作補償 對 就是把這個向量 就是說你跳過石頭的這一個 每個pixel的那個移動的向量 去補償到 去加回去 簡單來說是可以說加回去 但實際上他還要做一些粗品 對 還要做很多的粗品 對 把他加回去到前一個frame 讓他產生出一個跟跳過石頭以後 很像的一個frame 對 那這兩個frame的話 這兩個 這是預測出來的frame 對 預測出來 預測出來應該要跟這個長得很像的frame 然後減掉這個差異以後 對 減掉以後理論上差異要很低 然後再去做 就是把這個差異去做壓縮 然後選擇bit 對 做Half-Mind-Code的這樣子 對 然後存成異常 存成異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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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或者就是把它直接存下回流室的檔 對 那大致上他的架構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邊預測編碼的部分 是很多人在回流室裡面一直在改進說 怎樣預測前一個frame 因為為什麼這個地方會比較困難 是這個frame跟下一個frame會有人在轉身 會有遮蔽到的問題 然後以及邊界的部分可能是移出來跟移出去 也就是說現在這個frame跟下一個frame 點跟點不一定會有一個很直接的作用 這樣子你的點 你的每個pixel 雖然up to flow的時候 每個pixel都會有它下一個 它跟它的像樣 也就是說它下一張frame 要移到哪一個位置的那個像樣 對 那個像樣不一定是你真的 有時候會收到環那個 例如它整張字 整個是白色的 那你整個是白色的 那你很難找到說你現在這個frame 現在這個frame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為你的像樣是什麼樣 對 它收到很多的遮蔽它 然後純色白 純色顏色 以及邊界的影響條 所以這邊其實很適合用來利用成形網路去 對於大量資料去移出一個rp poroflow的網路主張 那其實就是說 對 它放慢coding的話就是說 就是說其實應該大家都知道 對 這個部分就是最後的編版而已 就是說我決定常見的那幾個bit 我要用常見的一張 後來一張文章裡面常見的那個數值 例如RGB的數值 裡面有一個數字特別常見 然後它的頻率特別高 我們當然就 頻率最高的我們就用短的bit數 頻率低的我們就用長的bit數 然後讓它整體的bit數 達到最低的entropy 然後有一個的含意 那這篇paper提出來什麼呢 這篇paper就是說 我想要做到end to end的方式 去圈寧 達到ros的最小 那我要training的部分就是說 我要把 我要 我要training的部分 一個部分是optical flow的net 也就是說我要能夠 我剛剛把前一個frame去預測說 去預測說 去預測 去計算 跟現在新的frame去計算 然後得到一個移動的向量這樣子 那我要能夠optical flow進 有沒有辦法更精準的計算 他計算出來以後 我在 他這裡只要遇到壓縮的部分 其實他這邊paper用到了起碼四篇paper 在四篇去年的paper 再架構它的中間的網路的部分 但他也沒有捉摸太多 所以我就是把他的話題講一下這樣子 那他推過flow net很明顯就是為了把現在frame 跟下一個frame要能夠精準做點的向量的路徑 也就是說我怎麼樣跑到下一個 那只要 那接下來他就會把這個向量 因為perfine的點的向量也做壓縮 也做壓縮 他只要有做到壓縮的部分的話 幾乎都是用 用 幾乎都是用那個auto-emmode的 用auto-emmode的部分去做壓縮 因為他要 對他的部分都是用auto-emmode做壓縮 沒有什麼太多人做摸摸的 對 那就是說 嘿 那 所以說dbc的壓縮的架構呢 就是說 就可以看到說 他剛剛有說這邊是 上面這個部分是 我剪掉以後 我估算出一個新的frame跟現在這個frame 然後他理論上要很像 那這個frame的差異是要做這邊的話 本來是用離散魚腺轉換去取得 離散魚腺轉換就是會取得 會8x8的block 那理論上 但是這裡的話不是8x8是整張的frame 就是你會留下 你做完離散魚腺轉換以後 會得到低頻的資料在左上角 然後高頻的資料在右上角 我們一般就是 傳統的做法就是會把高頻 低頻的資料保留下來 去掉我想要高頻的資料 對 那這邊就是你的壓縮度 對 你保留的越多 你就需要 每個 對 你就那個block 就需要越多的 立刻去淫透下來這樣子 那這裡的話他其實就是說 就是利用 把這個差異值 那個差異值會是一個比較離散的 離散的 離散的資訊 其實就像這樣子一個比較離散的資訊 其實也不多 對 那這樣子的圖的話去做 去做 Auto-Incoder 利用Auto-Incoder去做壓縮 這樣子 對 那所以這邊會有一個 Centential-Incoder Centential-Incoder 對 對 Reaction-Auto-Incoder 你記錯的話 對 那我沒有特別去看一下 就是說 他其實就很像 就是一般的 Incoder的樣子 對 這邊沒有什麼 不會用到什麼特別的技巧 因為他主要就是 很多的模組 必須要把資換成 神經網路 然後打到A to A 最重的目的 是有壓縮率表 打到高 比FB264 的Face Mode Face Mode 最快 Mode 最快 Mode的話 壓縮的 他壓就壓不好 所以他其實是跟 最快 Mode下的 壓縮做比較 對 那 對 所以就是 殘擦網路的話 看來就是 就是Input image 也進去 然後得到那個 replantation 這樣子 然後再做 Auto-Incoder 這樣子 對 所以他也沒有 然後 這邊其實 他也拿了一篇 去做Auto-Encoder 跟Auto-Encoder 跟Auto-Encoder 跟Auto-Decoder 這裡的GDN就是 配搶融融融融連線 對 就是類似配搶融融融融連線 對 然後 他到底是做什麼 就是說 就是說 沒有啊 這邊其實 沒有左摸太 Paper上面有左摸太多 然後就是說 他使用了這邊的方法 去做Auto-Encoder 跟Auto-Decoder 來取代它的 物理頁 他的 提取特徵 這件事情 對 這提取特徵這件事情 就要 要純的 純的 改成純replantation 對 Auto-Encoder 出來的replantation 對 那 那 Auto-Encoder 出來的 每個Pixel的移動 移動項量 對 的差異 現在這個Fren 跟上一個Fren 差異的移動項量 也是用一個Auto-Encoder 去存 然後再做旁排的Auto-Encoder 再Decore 這樣子 然後最後再去做一個補償 對 這邊就是壓縮的部分 對 因為我其實沒有看到 太 就是 他也沒有做摸太多 對 那剛剛有說過 我們其實整個都是在做 Infren的 Infren的預測 對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Motion的向量 像這個球 它移動到這裡 它一定有一個位移的向量 這個位移的向量越準 然後我apply這個位移向量以後 就會移動到一個近視的位置 再做向前 這個 這個部分當然就是他剛剛講 我做的地幅 對 就是說我可以 想要地幅出一個 差異出一個跟階鏡的這樣子 那比較 他這邊算是他 他用了一個 Optical Flow 其實也有人做出一個 不錯的Optical Flow的網路 那在這裡的話 他就是說 他就是拿去裡面的一個 一個 那個 Statial Free Around the Network 對 也就是說我如果想知道 第一張frame 跟第二張frame 得到他的Optical Flow 得到他的Optical Flow 就是每個Pixel 比較深的 他 會是每個Pixel移動的向量 怎麼這張 移動到這張 每個Pixel移動的向量 那他只是把移動的向量 存進那個RGB裡面去 對 所以得到這樣 所以比較深的應該是移動的吧 對 然後 所以就是說 他這個用的就是 那個空天精緻塔的管理 因為要做到 RT Scale的 那個 的 的支援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說 我先到simple 對 到simple以後 G的話就是conversion這樣子 然後 W的話是WARF 對 W是WARF 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說 我現在把我的影像 如果我有一張 我中間有計算出來 Optical Flow的特徵向量的話 那我就把它 我就把它很快到現在這張照片裡面 那你不能上 對 我只要有特徵向量 很快到現在的照片裡面去 我的照片就會做出對應的移動 對 就是像 對 所謂的WARF 就是這樣子 對 就是說我現在 如果再打球 一張照片 事實上我知道下一個 下一個FRIEND 他的移動的向量 我上來的話 其實這個 這個人 他就 他是就會親吻 他就移動了 他就會移出去 對 他其實就 他是 對 他球更靠近 更靠近 從這邊 更靠近的這邊 但是 但是這個移動向量 我說過 就是會有一些問題 會造成說 像那邊就有問題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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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怎樣子做動作補償 你就算得到了向量 因為有各種遮蔽 跟 跟移動很快的 不一定最很好的問題 所以怎樣子做動作補償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對 所以他這邊提出來說 我做完 我如果有Optical Flow的話 我如果 我中間的話 我會有一個 我也會有一個動作補償的網路 對 就是說我如果 有一個 Optical Flow計算出來的話 然後 光流 下一張跟這張光流以後 我利用了一個CNN 但 對 他就只說他利用了CNN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 還有很多改進的空間 CNN的網路 然後去想辦法 做 為這個 三個當的動作 再去做一些補償這樣子 對 那 就可以看到說 然後 他的球 其實這邊突出來的部分 有稍微在Burr Burr起來 然後回到比較好的情況這樣子 對 然後他手這邊 他現在 也有錄起來 對 就說 對 這個整個都是在 這個整個都是在 這個整個其實跟 那個Fest CNN的那些流程其實很像 就是 大部分都是把裡面 他一個 你這樣處理的 pop line 換 讓你置換掉其中的模型 換成 神經網路的模型 然後去追求 那些模型裡面 做得比較好的 是哪些模型 來來置換 對 那所以說 剛剛講到說 Pureflow的話 如果 原圖跟他整天計算出來的 光流的 做 做加碗以後 的 產生出來的新能力 再跟前一張 一起做CNNN選 對 然後 一起做CNNN選 得到出來的GCO MAP 他覺得那是一個 那會是他的 而出來的GCO MAP 他認為會是 移動的向量 應該是邊緣的差異量 對 然後就把它架回來 就是一直用這樣的方式去反算 反算出 最後 反算出 他理想的 Active Pro 應該是要多少的 對 這邊應該算 對 就是空間金字塔 倒Scale 然後 然後 倒Scale以後 跟你的FutureMaker 相加 對 跟你FutureMaker 然後再UpScale 再跟前一個 前一層產差的 對 像去做 去做 去做化合以後 再做CNNN選 這樣子 對 這是他提出來的一個做法 這是 不是他 這不是他提出來 這是他引用人家的做法 對 對 好 那 那 那 這就是Upic of Flow 然後做壓縮 然後再做動作補償的部分 也是 欸 動作補償應該 動作補償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做出來的 對 那可能這邊就比較 還有 其實跟剛剛那個空間 其實是他 很像這樣子 對 所以我現在這個Friend 如果我知道 我下一個的動作想 這樣 腦袋的出來 以後 有移動上我活動CNN的網路 因為我已經移植 移植 那個 移植下一個Friend 所以我就有壓到 我就想減 讓他的 密密碼 變接近這樣子 對 反正 好 那 其實 這個東西呢 最終只有一個目的而已 就是說 那 只有兩個目的而已 他做這個東西 最後的Loss函數 只有兩個目的而已 對 一個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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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就是 我要做壓縮 我的比例 我的 我壓出來的整個 每一個Pix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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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平均的Bit數 要最小 對 壓好以後每個Pixel 平均的Bit數要最小 這是其中一個目的 所以說 所以說 對 所以說NT跟YT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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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這個東西的累加 我記得是 我印象中這個 對 就是這邊的累加 那NT是什麼 NT就是 NT就是剛剛說的 我計算出 這裡面有兩個部分 是壓縮 一個部分是 自產查網路 這邊做 那個離散預選 轉換的壓縮 另外一個部分是 Uptical Flow 做出來的一張光流的 底下的壓縮 這兩個部分 我們都希望 我們都希望 做了影扣以後 他的比率會 會比較下 這是其中一個目的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每一個frame 我剛剛有說過 我們會做 預測邊 預測邊嗎 預測 會去預測下一張的照片 然後預測出來人在下一張 預測出來現在這一張 應該長什麼樣子 跟他真的 現在要進來這張的樣子 要理論上要很接近 我們希望這個預測 預測的 預測編碼的部分 他的預測出來frame的差異 要盡可能很接近 這個部分 就是第二個目標 那這樣子 那他就把它寫成一個 老根絕的方權 就是主Loss 就是他的conchain 對 那就是變成去 minimax這個 這個conchain 對 好 其實 其實也就差不多了 對 那他其實有比較 兩種資料線 一種是UVG DataSafe 一個是HEVC H264 H264 專用的DataSafe 對 那就他的 就他的結果 他自己實驗出來的結果來說 就是說 BPP的話是每個Pixel的比例 這樣子 最後壓出來的結果 的一張 就是壓出來的V6裡面 Pixel比例的話 如果 就是說這邊是Pixel 所需要的bit數這樣子 那 那看起來說 如果在Pixel 需要bit數 稍微高一點的情況下 他的PSNR的話 PSNR是還原出來的照片 跟原照片之間的差異 對 的差異 那他通常 他越高的話 他就是越清 越驚喜 所以PSNR只是 越高會越好 也就是說 我如果用 他在各方面的話 看起來都是屬於 那 比264跟265 在Face Mode下面 Face Mode下面 對比較好 Face Mode通常就是 Berry 應該說Berry Face Mode 對 通常都是 我 我記得好像 我們一般都用在Stream的部分 對 因為我們要很快 要很快就要扣不扣 對 的情況下 所以壓對 這種情況 他的話 看起來 在Berry 這 每個Face Mode的Berry 越來越高的情況下 他的畫質 反而會 會比較 比較好 這樣子 然後每一個 我們都是這樣 那我就是說 對 那他有做 這邊就是說 他做了一個 他自己剛剛那幾個Marcho 大概有四個 神經網 那幾個Marcho 對 四個U234 還有一個不知道是什麼 對 揪陰圈 然後這一個Update 我忘了 對 那 那 他有四個神經網路 對 那 那個四個神經 他就是說 如果你拿掉其中一個的話 這邊都是拿掉其中一個 他可以看到他的PSNR 都會下降 這樣子 就是每一個 對 這是他自己實驗出來的 對 每一個Pixel Bray如果都一樣的 壓縮出來 Pixel Bray都壓一樣的情況下 那 你拿掉其中一個Marcho 都會造成他的 他的畫質變得比較差 對 也就是說他想證明說 他每個Marcho 最後社區 出來 所使用的那些Marcho 都是必要的 對 好 大致上來說 我有去看一下 這邊的在CVTR 那個比較新的2021跟2020 都有這邊的延伸 他們都開始在針對他裡面的內容 弄得更複雜 要讓他的效果 要讓他的壓縮率更好 對 讓他會出換更多的不同的模型 對 然後再改他的一些架構 對 輕微 對 但是 但是 但是他現在怎麼說比較對象 以及他們說比較對象 其實都是 264的Facebook 對 那 那其實他的速度其實不快 我記得他 我記得他好像 他的分類 如果要很快 快的壓縮解壓縮 壓縮化成力會很久 就有危險而已 對 那其實 其實 壓 他只是 他只是說他們都是在追壓縮率 對 而不是在追壓縮率 對 那這邊就是可以讓 就是一個 如果 慢慢的看到 所以速度是 嗯 就是 引扣的速度 對 引扣跟底扣的速度 對 對 那就是說 他引扣跟底扣的速度 但是他 古思維就是一個 264跟265 慢慢的 我都看到 慢慢有 在開始要引用 神經 引用內的 進去的趨勢 對 可是 他 網路一旦 Trend起來 Decore 還會很慢嗎 Decore Decore 可以理解 嗯 就他一旦 Trend起來之後 相比傳統的 所以快慢是在基於什麼 二合機器嗎 他應該是 他 他是在 同一個 他一定是在同一個機器下 他的比的速 比的就是快慢是比 我跟 264的Facemore 然後 的參數 他有設定了 設定到Facemore的參數了一下 然後同樣的影片 他去做 同樣的load data 去做引扣 對不對 引扣的速度 然後 其實引扣速度 然後對 或是 以及這邊的話 做引扣的速度 那就做這樣的比較 對 其實引扣會花比較久 引扣通常都比較快 引扣的是最複雜的部分 對 他把這個 某個Component 用那個DipLine 也沒有個取代 那 當然就是說 通常是為了速度 還是像 iQuality 就是全部都是為了Quality 沒有取代 OK 那 那他的話題 用什麼Matrix去比較 喔 他的Quality是 使用PEXNR去比較 對 OK 所以說他 所以這些 這些HEVG dataset就是說 他在不同的VG上面 他的演算法可以 Quality會 在通常的壓縮率下 Quality比較好 對 在同樣的壓縮率下 他的Quality比較好 對 但是 好像壓縮率要在 對 一定的程度下 對 他後來有跟那個 現在 最新的 2660 他後來 後來 2660 嗯 他這個處 他沒有跟2660 你說 你剛剛有提到 你剛剛有提到 後續 2020 2021 因為我看一下這邊 是2019 對 那 你說 你剛剛有看他 後續的 有2020 2021 的配合 有比較 有跟最新的標準 沒有 你有看他 讀文的第一張圖 稍微瞄一下 他 看起來 比265 因為265 是264的 下一段 看起來 看起來 他的那個 比瑞 比較小 然後 跨比反而 比較好 你說 265 2660 對啊 不是 他 第一個 這個 第一張圖 有 用 跟264 跟265 的比較 應該 在你的同影片 第一張 應該 在你的同影片 第一張 跟前面 這張 還是 後面 就這 這邊 配了第一張 我 沒有 你沒有 放進 PBC 有 下面 下面 PBC 上面 上面 一點 沒有 再上去 再上兩個 好 然後 右邊 這個 第一個 是 RAWDATA 然後 上面 右邊 是 264 的結果 左下是 265 右下是 所謂的 DBC 文字的描述 他的 BRAID 比較 低 然後 他的 那個 Reconstruction 的 質素 分數 是最高的 比 265 比較好 一點點 他這個 他的測量標準 他其實 他其實有另外一個 測量標準 但是 但是這個測量標準 叫 MS-SSIL 對 這個測量標準 在 好像是放在 那個 附路裡面的比較 對 但是他其他的幾乎 Apple裡面主題 都是用P-C-N-R 我有不確定 我們 用P-C-N-R P-C-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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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造成比嗎 對 這造成比 那P-C-N-R P-C-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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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ust 記得 我只是記得 他是測了一波 取肉vero 對啊 再鎖出你全部的 對 相測 取肉程序 或者我們從肉眼看 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 塗的右下方 他的方法 比左边265方法,那个画面编码是比较平滑的 是,这也是他集中提出来的一个,他认为他是整张座的 而一般的原始的方法是 他认为这是他M2M的一个优点,因为一般我们那个 那个264、265都是block-based的,所以会有可能会有在编辑上面的问题 虽然他有builder,但是在画面比较小的时候,图片比较小的时候效果不大 就是说你看他是写block-based的,他的部分他不是用block-based的 他不是用block-based的,所以block-based效应会比较平均的 所以他提出来的东西可以比较好的方法 我想到一个,这个的应用啊,除了编码以外 如果他的decode的速度 是可以跟现在的 传统的演算法 在实现效率上面是可以compete的 他可以应用在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工程的问题 就是frame conversion 就不同的frame的frequency 比如说以前有那种 所谓的60Hz转120 这种状况,那我们就会看到因为做frame conversion 画面会有 不连续的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方法 看起来可以解决 有效的解决这一类问题 但是 但是效率上面好像 有效率上 也是个 60转120 通常都是 影片要看的时候 我只有 有比较xmos 所以我就转眼 他 他 传统我们以前都是60Hz 那 那个 显向技术 一直往上发展 所以后来他又有用背银技术 所以你會看到高清的 那種已經4K的 有4K的,那你頻率更高 你就那快速的畫面 就不會對眼睛而言,你不會感覺好像 不是很Smooth 比如說我們在看一個物體 它一直在持續運動 或是一個物體有格子 就是有很多方方格格的交錯 那這時候它移動,就會類似像 畫面不協調 這種講可能不容易講得很明白 但你用眼睛看 如果你去賣場看電視,剛好有這種 畫面是水瓶移動的 就會感覺有點 其實也不是說不連續 就是,你會看它不夠Smooth 你說是,如果說這種低速的 低的頻,拉起來 原始是低頻 如果高頻降下來的時候 就還是不會 就是原本你看到低頻的問題 它就會存在 就是低頻升到高頻 那靠它Bubber是可以 像我知道的那個 2265 基本上也是為了 讓壓縮率更高 來符合新一代的那個 那個 Full HD以上的4K 甚至8K 這樣的解析度 因為解析度越高 每個Full HD以上的 Total匹首數就更多 那那個Bandwidth 就要更寬 所以需要更有效率的壓縮方法 所以才會 從那個 0.264 然後0.265 然後現在 再自定0.266 所以它的畫面 它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在於壓縮率的 的 的改善 那這部分 看起來 它的壓縮率也蠻不錯的 那它提升的效果 很顯得是影像化的 對 如果說是硬體貝斯的 其實應該 效果會很不錯 如果說都是軟體貝斯的 當然可以 看機器 自然現在的工作有做 相近的主題嗎 有啊 類似 就是那個 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 我們是在做 這方便 錄影嗎 檢視的 Dimura 對 那它 它會 前一個frame會需要 後一個frame會需要 前一個frame的 資訊 可是晶片裡面 你會 你沒有 你沒有 你沒有catch 你只能存在link裡面 再去拿 要不然就是進來的 資料你只能夠 來打盒 這樣 對 對 所以說 所以說 keep 前一張的frame的資訊 壓在 很有限的 experience下 然後再去拿 這件事是 是在 是我們需要的 我們需要 所以 那個 電視晶片 還是 Centbox的晶片 那個是 顯示器 顯示器的晶片 Monitor的 對 Monitor的 對 所以 我們會 我們其實會去參考 264的效果 對 去參考它的效果 然後去簡化它 知道 都是要做這樣的事情 你現在 你說Monitor是像這個 對 就是 就是 一般的 電腦顯示器 就是Monitor的晶片 現在 我聽過現在 現在 現在那個 就是 那個 就是頻率可以 跳來跳去的 自動跳來 就是 你有沒有 最近聽說 就小米12 它是 我也要省電嘛 它會自動降速 就是把頻率降到很低 比如說 降到60以下 然後你人一開始要用的時候 它就直接 拉拉拉到120還是多少 讓你順一點 就是你 frequency 高的時候 你滑的時候順 那你沒用的時候 它為了省電 它也把它降下來 嗯 那我是iPhone 每個體驗用的 我不知道 就是前幾天看那個 小米在演講 還就是說 iPhone 19 對啊 就是它會 試過你們要用這樣子 這 呃 我們講的是 Netflix是最早 就是 Streaming 技術 這其實是很 行之有年 就 那個 那個Netflix的那個 Movie Streaming 當 它會根據網路的頻寬 去升 那是不一樣的 這是為了裝置省電 對 但到底是 到底是一樣 對 刷快一點它就高低 刷慢一點就低 它只是說 它Base上的 的款式有一樣 但它背後技術 應該是類似差不多 一個是看網路的頻寬 那是解析度變 不是刷新率 刷新率跟解析度不一樣 它也是每一秒 一個是時間每一秒幾個frame 它也是 它都有 空間的設計 都有 這可能就是這種 需求可能就是 變成紐納模擬頭 還要變 就是 神究王不在神道 你動不動 這可能變成標準 因為H265早就 標準的都做很久了 那你標準的話 你就要有一個標準的 incode or decode 是什麼 那 就是 這種Deben Learning的 我是有看到 我是有看到的 我是有看到的 我記得網上看 266 好像也有 有用到 那個 沒有它 它那個 一樣可以 用同樣的標準 它只是 內部 算法不一樣 存出來的那個 但是 它的編碼格是 還是原本的 標準是規格而已 但是 decode 因為現在 所謂標準就是說 你壓出來的 你還可以讓別人剪 對 但別人剪不了 沒有用 所以它的那個 coding 如果要 能夠共用的話 一定要用原本的 coding standard 只是說在 在壓的過程當中 它提高了它的快速 它一掛就用原來的方式 好 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就謝謝志翰